胡竹夫人中 提兰在嫁给蒂旭之前 早已经心有所属 而蒂旭 她的心里也只有已过去的子三 从此再也不碰其他女人 谁能在一个已经装满心上人的心里 找到自己的位置 谁又能和一个已过去的女子争宠呢 然而 提兰和蒂旭最终却走在了一起 这是为何呢 提兰与子三 子三是住年的公主 准确来说 她是住年来大致当质子的公主 在帝旭还是皇子的时候 她就和子三相识 从相知到相爱 最后成亲 他们的小日子过得很美满自在 而这一切在一亡之乱之后就被打破了 一亡之乱中 子三和她腹中的孩子惨死 一尸两命 从此 蒂旭对生活毫无生气 生无可恋 甚至还充满了厌倦 提兰是子三的亲妹妹 她为了和亲而来 嫁给了厌世的蒂旭 提兰的容颜和已过的子三 一模一样 简直就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 若不是熟悉之人 是很难把它们分辨出来的 提兰早已经心有所属 这一句的皇帝祭厂被当作质子送去祝典 而汤钱子被选中护送祭厂去祝典国 他们刚到祝典国不久 祝典国就发生了兵乱 十五岁的汤钱子手下有五千名士兵 在那场战乱中 他遇到了逃跑的提兰 他本来是要杀了他的 他为了救家人 不惜把所有的钱财都给他 他们被追杀 但是躊躇之间他带上了提兰 虽然提兰的舅舅派兵相助 但是他仍然逃不过提兰 失去母亲和哥哥的命运 汤钱子的任务是要保护技场 安全回国 所以他觉得这个女孩留不得 但是当他真的把刀架在他的脖子上时 他的手颤抖了 他终究忍不下心杀他 在提兰心中 他一直都记得汤钱子的声音 那个当时拿着刀 手在抖的少年 那个将他救走的少年 曾经盘销之变的那一夜 提兰一直记得 这个清澈稳健的声音 当时让他恍然觉得 只要他还活着 他就还能活下去 后来他们相处得越久 暗生的情愫就越密集 将来有一天 我一定会带你走 这是汤钱子对提兰爱的承诺 只可惜 当他要履行承诺的时候 他舍不得了 战争在即 他若有事 他的母亲必定无法脱身 他不忍心看着他承受罪行 也不能看着他进退两难 于是他主动拒绝了这个承诺 后来提兰就走上了和亲的道路 虽然是他拒绝 但他的心思满满的都是他 正是因为心里有他 才会拒绝着他去兑现诺言 地区心里容不下别的女子 地区和子簪相处的每一个瞬间 都是幸福的 他们懂彼此的每一个眼神 所要表达的意思 他们在一起不用言语 就能交流融会 一望之乱中 子簪和父中已经成行 尚未出世的孩子惨死了 一望之乱之后 他坐拥天下 却从此失去了子簪 他想跟着子簪走 可是方朱的守护 让他死不了 于是乎他厌世 他不再碰其他女子 他变成了爱情绝缘体 每每看见和子簪相关的物件 或者一起相处的细节来 眼里才会有光 没有了子簪的地区 行尸走漏 就是一副身体的躯壳 没有灵魂 只有肉体 两个心里都装着别人的人 走进了彼此心里 提兰被送来和亲 到了大志 地区很快就下旨让她入宫 并不是因为期待她的到来 而是当她是和亲的工具 权衡其中的利比罢了 初见提兰 地区就搬出子簪的盘位 正提兰跪拜 其中之意一目了然 当她见到提兰胸前的 龙尾神挂式的时候 她发疯式地扑向提兰 质问她挂带的是何物 当她见到提兰的容貌 和子簪一模一样的时候 她发狂了 就算提兰佩戴和子簪 一样的挂式 长着一样的脸 但是子簪就是子簪 世上只有一个子簪 提兰只是一个艳僻 提兰被安置在于安宫 她心里装的是汤钱字 所以她只想在于安宫 安安静静地过着 不去招惹地区 也免得惹来地区厌烦 因为她爱的子簪走了 如今来了一个厌品提兰 她又多爱子簪 就有多厌烦提兰 心爱之人走了 别人还来效仿她 她恼求成怒 提兰更是不想接见地区 说了可以学子簪的样子 这样的红话 成功地被赶去了 没人打扫的南宫 南宫是冷宫 一般嫔妃被打入冷宫 都是鬼哭狼嚎 求着皇帝原谅什么的 提兰倒好 到了南宫 她倒是轻松了 胡人打扫的落寞 南宫被她整理得幽静移居 地区一生气 又让提兰雕刻龙尾神的想象 发给士兵们用于护友 她日月不停 手术伤了还继续克着 那份执着 如是把地区吓了一大跳 她原以为提兰只是个娇滴滴的公主 提兰向来是避开地区的 她养着方海士送给她的小白兔 每日都精心照料着 提兰对地区的不懈 以及她把自己活得精致的举动 慢慢地吸引着地区的好奇 而且提兰表现出来 对方海士的爱慕之情 全被地区尽收眼底 明明自己才是王 明明无数女子想往自己怀里扑 但是提兰却不是 提兰爱慕着别人 还有着一份执着 而且性格独立 就算再苦再难 一定不要做子丹的替代品 地区喜欢这种不被喜欢的感觉 她享受这种被人离弃的瞬间 所以她开始不自知地喜欢上提兰 她在南宫 她会不自觉走到南宫去 她去了南宫 她会照顾着她养的小兔子 提兰因为是树出的公主 她从小就不受重视 得不到宠爱 甚至被欺负 如今深陷深宫 地区对她因为那份缓慢的喜欢 格外的关照 地区对提兰的关心和呵护 日渐地增多 天长地久 因为幼时的不被爱 她渴望这份专属的宠溺 因此她也渐渐地喜欢上了地区 时间能治愈一切 人永远都不知道自己该要什么 因为人只能活一次 既不能拿它跟前世相比 也不能再来世加以修炼 没有任何方法可以检验 哪种抉择是最好的 因为不存在任何比较 一切都是马上经历 仅此一次 不能做任何的准备 地区的子三走了 她也是第一次经历如此的痛苦 没有任何防备 她心里一直惦记着过去的她 走进了死循环 痛苦的就像滚雪球一般 越滚越大 越见和子三长的一模一样的提栏 她恨 她恨有人抢走她心中的子三 她更恨为什么站在眼前的不是子三呢 时间久了 不敢依赖的地区 慢慢地看到提栏的另外一种美 曾经受过伤害的地区 心再一次被打开 对依赖感感到绝望的提栏 她不再期待汤钱字 能够带走陷入深宫的她 索性不再期待了 一份陪伴 岁月积累的情分 某种程度上 已经超越了原先 藏在心底的情 时间能治愈一切 没有谁离开谁 就不能继续生活下去 时间会带着心如死灰的你 去看纷繁的世界 让你再度遇见 能让自己心动